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通胀很厉害 尤其未来加息 供应链等等 有很多负面因素 但他都觉得可以实现到今年上半年的纳布积架目标 还有他继续在不同的版法里面推出很多不同的产品 和在营销方面继续进行一个投资 然后他又会控制供应链和生产 控制成本 所以相信今年表现是继续强劲的 所以刺激到整体大市 整体的创坊 今天秋近亚一成上来 破了那个降轨 我觉得如果这些股份他真的有机会可以很长时间 他也是维持着一个很稳定的股份 他其实推了下来 然后他都告诉你们 其实可以硬匀 继续健康的话 也可以去留意的 上网的话其实你很难去看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看上前的位置 借近160元这些水平 但是向下 看两个位置 一个就是130元 万一失了130元 或者是之前的低位 我觉得应该要去先走 因为始终它长线短期 你会看到他近这几个位置 其实是在调整下来 如果他真的转不回升势 即是转不回升势下去 他难保他 其实都是打一旦 又要继续调整下去 即使你看回中长线 或者是热霧 其实他就相对上很平稳 是稳增长 但是如果这一下 这个微利图 转了微利图 也站不稳 又跌回到125元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要格外小心 我们宁愿先指示 再观望一下 能不能够平稳回去 再去后臨